西方史学史 麦考来的历史编撰思想 有备于当时西方史学的职业化趋势 它与客观主义 史上主义历史 编撰思想有着根本的冲突 但20世纪的西方对历史写作的哲学 却经常引证麦考来的思想 以现当代历史的眼光来看 虽然麦考来的文学 才能早在一个多世纪前 已被世界所认可 但接受他的史学思想 却在20世纪中叶以后 历史确实只能由辩护人写 而不能由裁判官来写 这样才能使读者的历史 想象多于种选择的可能性 英国史正是麦考来这位辩护人所写 他让任何没有组件的人臣服 而刺激有知识的思考力 麦考来的文学天才 使他的著作在论证这一点时 显得无所不能 这就让逐步具有独立学科意识的历史